鉴于苏丹局势进一步的恶化 中国政府迅速组织撤侨 24号大批中国公民在中国驻苏丹大使馆的安排之下陆续撤离 外交部和驻苏丹使馆再次提醒当地的中国公民 密切关注使馆通知提醒 及时报备个人信息 保持通讯联络长通 当地中国留学生拍摄的视频显示 在中国驻苏丹大使馆外的侨民排队等候 并陆续登上大巴离开 沿途看见首都喀吐木硝烟弥漫 显示武装冲突仍在继续 中国驻埃及大使馆24日发布消息说 使馆密切关注并积极协助中国公民撤离苏丹 入境埃及 驻埃及使馆并已派出工作组 前往埃及南部高斯陶勒口岸 使馆并再次提醒中国公民密切关注苏丹形势 加强个人安全防范 在安全有保障的情况下 谨慎决定撤离路线 出发前向驻苏丹埃及使馆 报备个人信息及出行路线 如有需要 可拨打中国驻苏丹驻埃及使馆 工作组电话或外交部应急热线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4号表示 第一批中国公民已安全撤离至苏丹邻国 并再次提醒再苏中国公民密切关注通知 及时报备信息保持通信畅通 目前外交部已经派出工作组赴前方开展工作 第一批人员已经安全撤离苏丹邻国 外交部和驻苏丹使馆再次提醒 在苏丹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使馆发布的通知 提醒及时报备个人信息 保持通讯联络畅通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